生酮饮食 生酮饮食是今年超火的饮食方法 严格控制碳水的摄入 从而达到减肥健康的效果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 什么是生酮饮食 Costco能买到哪些生酮食材呢 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什么是生酮饮食 生酮饮食法是一个超低碳高脂肪的饮食方法 主要原理是用脂肪淡泌碳水化合物 当身体消耗完葡萄糖后 开始燃烧脂肪为自身提供能量 身体慢慢进入生酮状态 当身体进入生酮状态后 产生的酮体可以给身体和大脑功能 让人的精力和状态都更好 注意力也会更加集中 生酮饮食还能很快地降低和冷定血糖 身体通过产酮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健康益处 比如治疗心脏病脑损伤癫痫等 生酮饮食吃什么 生酮饮食最好的方法就是摄取适量蛋白质和优质的脂肪 以及足够低的碳水 一般来说一餐中各种食物的比例 最好保持在70%的脂肪 25%的蛋白质 以及5%的碳水 尽量避免高碳水及含糖量高的食物 以保持身体生酮状态 所以优质脂肪和蛋白的选择非常重要 Costco能买到哪些生酮食材呢 油类 饿梨油 橄榄油 MCT油等 生酮饮食中每日优质脂肪的摄取 最好可以兼具动物性脂肪和植物油 富含中炼脂肪酸的椰子油 MCT油 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恶力油 橄榄油都是很好的选择 尽量避免大豆油 玉米油 葵花籽油等 含有较高会引起身体炎症的 Omega6的油类 肉类 牛肉 鸡肉 猪肉和海鲜 都是非常好的生酮食物 尤其是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部位 比如牛排 鸡翅 鸡腿 三文鱼等 都是很好的选择 奶制品 杏仁奶 希腊酸奶 牛奶含有乳糖 生酮饮食需要避免 但是你可以试试Costco的杏仁牛奶 杏仁奶的脂肪含量低 搭配脂肪含量高的牛油果 做smoothie 既饱腹又健康 希腊酸奶对于肠道健康和调节血压 增强免疫力都有好处 这款无糖全脂的希腊酸奶 保证的脂肪又完全不含糖 是生酮非常好的选择 坚果 碧根果 巴西果 虽然坚果的脂肪含量高 但并不是每一种坚果的碳水含量都低 生酮饮食应该避免开心果 腰果等高碳水的坚果 碧根果和巴西果的碳水含量较低 每100克中大约含有4克的净碳水量 所以每天适量食用 会为身体提供脂肪 也不会有太大的碳水负担 蔬菜类 西兰花 卤笋 生菜等 低碳水的蔬菜包括卤笋 西兰花 包子甘蓝 生菜 芹菜 菠菜 黄瓜等等 尽量避免淀粉含量高的蔬菜 比如马铃薯 芋头等 甜品 冰淇淋 Costco这款生酮冰淇淋 真的是甜品爱好者的福音 一根仅有两颗碳水 虽然奶味不重 但是淡淡的海盐焦糖味 大大的提升了它的口感 非常推荐想尝试生酮 但又忘不了甜品的小伙伴们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生酮饮食 及生酮食材推荐了 你对生酮饮食有什么看法吗 或者你有什么生酮食材推荐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个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更多实用有趣的北美内容 等你来看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